我們都知道加州法律 是比較偏向保護僱員的利益 不過法律專家提醒 僱員如果隱瞞僱主 在本職工作以外 與同一個行業內 進行類似的工作 或者是在離職之後 泄露了僱主的商業機密 都屬於違法行為 僱主是可以將僱員告上法庭 在加州 僱員的薪水福利 得到勞工法的充分保護 但是如果僱員在離職時 泄露了僱主的商業機密 則是一種違法行為 其中最常見的情況是 僱員在離職時帶走客戶名單 讓僱主流失原有的客戶 一個僱員今天 如果他是在你的公司做事 然後他把你的商業上的秘密偷走 然後用那個去跟你競爭的話 這個是一個不合法的行為 雖然僱員可能認為 自己在接觸客戶期間 與客戶建立了私人關係 擁有客戶的私人聯絡方式 並不算是公司的商業機密 但從法律上來講 如果離職僱員主動接洽客戶 並建議客戶更換合作夥伴 就可以算作洩漏商業機密 很多僱員他們會講說 其實我在這公司做了很久 那當然客戶的話 照樣會找到我 那客戶找到我的時候 如果我離開 這是很正常客戶跟我走 法律是講說 如果是那麼單純的話 是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僱員 他是自動跟客戶講說 我要讓你知道我走了 還是我要讓你知道 你不要再跟我僱主做生意了 這個是一個不合法的行為 另一種對僱主造成侵害的違法行為是 僱員在隱瞞僱主的情況下 在本職工作以外 於同一個行業內進行類似的工作 並且有所獲利 如果今天的話你賣木地板 然後你最後在第二個公司的話 也在賣木地板 那第一個公司不知道 加州法律講說這是不合法的 在這種情況下 僱主有權利要求僱員 補償僱僱的損失 不是只有一個第二個僱主 你可能自己開自己的店 如果你是同樣的行業 然後這個福利的話是得到 你應該讓你的僱主知道 然後這個福利要先讓他有這個機會 法律專家提醒僱主 在遇到以上兩種 僱員侵害僱主利益的不法行為時 僱主可以通過法律途徑 維護自己的權益